这个星期呢 我们看到这个陈英柱这三个字呢 成为政治版当中 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名字 而他本人始终很低调 没有出面 因为他不堪其扰 今天在四大报的头版 刊登了声明 他强调没有赠予任何的政治现金 也希望不要再被炒作 当然这个动作呢 也显示他经济上的实力 而另外有趣的是 前一天才因为扯上陈英柱 而愤怒提告的立委陈明文 态度180度转变 他公开承认 他跟陈英柱的确是朋友 他还说陈英柱是个好人 在一场前站定 立委陈明文做主准备 要谈谈他的朋友陈英柱 委员先生您认识陈英柱吗 对 陈英柱他 我在当现场的时候 他确实来见过我 所以我们也富有来往 陈英柱现在在嘉义县所 扮演的角色他不是扮演坏人的角色 他是扮演老人的角色 不只坦诚两人是旧事 还大赞陈英柱是好人 在回顾不到24小时前 听到陈英柱三个字 陈明文的态度是这样的 陈英柱是什么 认识 认识 认识喔 前一天才因为被邱毅扯上陈英柱 生气提告 陈明文变脸神速 让人惊讶 陈英柱周五则是在四大报 头版买广告 登载声明 强调从未赠予政治献金 要各界别再做政治操作 陈明文也呼吁国民党 别再拿这个议题做攻防 就怕被对手爆出更多内幕 陈明文主动招任 和陈英柱关系良好 还说对方是好人角色 急射停损 避免国民党反操作 陈英柱成功 造成更大伤害 追据国际刘晓棋 台北报道